大家好,我是MASA 这一次的影片是跟通常不一样 本来中午时候自己煮菜,自己吃的东西 顺便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所以算是多出来的 内容会更简单 更轻松的 好,那么就开始啰 所以今天我要做的是 テマリ寿司 就是テマリ寿司 テマリ就是一个手局 小朋友玩的一个球 就是那种圆的寿司 那我就赶快开始做 那这一次我买了综合鲜鱼片 这个 我常会去百货公司 然后地下室有卖很多种类的海鲜 有时候会买这些已经切好的鲜鱼片回家 然后就直接吃的 因为上一次我准备了多余的寿司刺 所以决定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寿司 大家都可以容易上手的样子的 漂亮的寿司 好,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做 然后这里是 白饭 很热的,嗯 就是不要等到冷却 因为等一下要加醋 所以加醋时候白饭是要 热的才会有吸收 这个醋的做法 之前的影片也是有介绍过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把这个寿司醋放进去 然后这个加进去 需要你可以用这种汤匙 然后平均的样子淋上去 先这样子拌一拌 不要一直这样子搅拌哦 这样的话 白饭就会变成像麻糬 嗯,所以你要这样子 从下面拌 嗯,然后你可以用这样子 切的东西 OK 好,这样子就差不多吧 这样子就收拾醋的部分 已经完成了 很简单 保鲜膜准备起来 OK 放在张盘上面 然后你可以拿 一片剩一片 然后放在中间 嗯 然后另外一张 保鲜膜 开上去 来用这个擀面棍 然后打一下 就轻轻的样子的啊 因为这个是剩一片 鱼肉的 所以不像 啊,猪肉 还是牛肉 确认它就是平均的样子 啊,变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的保鲜膜 拿掉 然后大概这个分量的饭 寿司饭 嗯,放在这个 鲑鱼上面 然后就直接把它 这样子拿上来 包起来 轻轻的样子就好了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就不需要 就是用这个方式的样子 握 就直接 这样子卷一卷 OK 好啰 非常可爱的 手丸酱 嗯 所以继续一样的动作 然后选喜欢的 海鲜 然后就做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因为像这种动作是很简单 所以 啊,小朋友也是可以 玩的 你不喜欢 就是 小朋友也是可以一起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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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到这个香气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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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不会吃这么好的哦 因为这一次 是刚好有买到这个综合生鱼片 它其实不会很贵 稍微晚一点的话 它也是会有大质的 所以我买的这个是几百元而已 嗯 嗯 Dewa Itadakimasu 嗯 嗯 嗯 火感是非常好 嗯 嗯 没想到像用保鲜膜直接包一包而已 但是 吃起来就 非常好吃的 嗯 所以如果各位 啊 想要开一个party 要做好花的料理的话 啊 像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但是看起来非常的 好花 大家看到这个 哇 然后就大家会开心 就直接拿来吃的 嗯 所以不吃午餐 啊 晚餐也是很适合的 嗯 那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 谢谢 那今天是开心的 六七 六七 五六三 最后一切也会更多 三十五